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饭 怎么办 你需要万家乐Mate 7自动烹饪系统 万家乐Mate 7自动烹饪系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帕亭 曾经的两个王者 帕亭队能进四场还不错 帕亭其实恢复的也很快 很快 帕亭很快 帕亭以前是打过 打到过我们公务杯的第二名的 没打到过吧 你忘了他去打这个比赛 然后发奖金不是发给雷锋的吗 有这回事吗 是的呀 然后他不是去找雷锋要了吗 不急了一边 对对对对对 100美金肯定是第二名啊 对对对对 雷锋没给他对吧 雷锋说他什么事情 拖了他一下 好像是什么样的 parting的天赋肯定是不用说的 天赋绝必是高的一逼 但是心思的确太活了 人心心思太活了 他真的什么像猫打过了 他居然这都能找到 他OW我就想想问一句 他OW有打过没有吗 我不知道 他这都能找到EBS 他是不是人 他找到了吗 还真找到了 这都能找到 我有点不行的 这意识有点好啊 他就觉得 我这样跟你说 他绝必在天赋肯定是这样搞过 不过好了 这样造好了 你想想是不是 绝必是这样找 被这样搞过 所以他出去找 如果没 如果没被搞过 不会这样找的 对 parting打过OW啊 OW不知道打没打过 反正他那个 好像没打过 当时他在打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他就是一个 钻石组的好吗 哥 就跟我们差不多 不要吹了 就是一个钻石组的实力 不是我说他去打过 他当时不是去 E-Star打职业吗 还要去 对啊 当时他跟那个 就有帮打风暴的都去转型打王者荣耀了 有段时间 就是打那个韩国打风暴的 然后parting也跑去打王者荣耀 他最早是想转型去打卢阿卢 然后卢阿卢没练出来 被人被人暴打了一顿 然后就 然后就跑去打王者荣耀 然后王者荣耀也没练出来 然后又回来打星际 就这样大概浪费了三年时间 两年吧至少 差不多两年 不止三年浪费了 他是15年 宅男杯之后 宅男杯他不是类似夺冠吗 把教主干了 夺完罐他就不打了 当时就打路到路去了 一直在退 不停的退 对他就快做好了就退 因为他 他就拖着你疯狂 不要你走呀 家里面反正重新运营就好了 但好像也没什么机会搞 爬廷 家里面反正常运营的话 其实少个VS还是很不爽 对主要出不了门 你没有VS没运输机出不了门 你这个VS还是要自己造成 他对反正很不错 他的打法永远都是不利格 因为他的不利格 我觉得很适合他现在这个版本 就又回到重新的感觉 他马上找到回转感觉 他不用去靠使徒打了 他本身操作这些就很好 又发现火车了 漂亮 到处去截火车 这什么都没转到 我怎么有种 B用要被帕运暴打的感觉 反正Time最近是 也在跟帕运练 他跟我说帕运非常猛 用帕运的说法 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族 也就那么回事的 用他的说法 这个没转 这个什么一转 有点浪了 他如果去点坦克 我还想得通 下面可以稍微蹭一蹭 我就蹭一蹭不进去 勾你走 要跳坦克吗 还是怎么样 打打农民吧 你机上过来 你还不一定打得过他 他有跳 你只能坦克再往前架一蹲 谁打泰姆都非常猛 泰姆今天下午 ZVZ把Dark打死了 在那里吹了一下午 泰姆选个重组 跑去打天梯 收到Dark Dark你妈被他猛蟑螂 猛玩什么转飞龙 打死了 然后泰姆说他运营 已经无敌了 那这么说我感觉Dark也就这样了 我的DVZ都可以干你妈李培兰 关键是每一场都打得不分佛中 关键李培兰他妈靠基本功打死的Dark了 这妈想不通了 再跳上去 然后今天下午在那里各种吹自己 ZVZ运营已经无敌了 怎么怎么怎么 什么Dark也就这么回事 在那里各种吹 回程了 这两个 李培兰绝对是个Z黑 我跟你说 每天就是重组的运营 就按几个房子就好了 简单的一逼 完了不就跟两个一样吗 看看录像啊 我感觉这波A过来有点挡不住啊 自爆球 攻凡来说的话 呃 帕迪是领先的 帕迪要继续拖 就他在这个 这个细节上做的特别好 就拖这个细节上 这个就自由之意练出来的 很过硬的基本功 自由之意就闪烁出的拖呀 看这个炸 炸的怎么样了 B云散这个也很厉害的 他可是B云好吗 哎 漂亮 这个真的炸的好稳啊感觉 没二层 还没窝过来就已经 还没窝过来就已经被炸了一半了 但是 他炸马上又有了 帕迪这个正面操作真的很硬 哎呦又打到有一串冰的运输机 他这正面真的硬啊 有实力 有实力 就敢操作这个很重要 不是 他的追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很硬的感觉 在正面 不 很难死啊 都是红血 大家吃的差不多了 火力 退一步 再刷一排插 机器 机器 漂亮 那么凶啊 爬天 有实力啊 决赛 决赛 要批一批啊 来的 哎 今天 四强一个重组都没有啊 是啊 都被他们干完了呀 咱们做组织啊兄弟 不要急 好像做了 我这边还没进 还没看到很近呢 我直接进样的就好了 难道说 Party又要回来了吗 这种 这种天赋 真的很让人羡慕 你知道吗 就离开那么久 他居然还能够 基本功也在 就很让人羡慕 这种感觉 但他练得很凶啊 练得很凶 是的 那我就告诉你 有些人练得也很凶 但是 我就说吧 我就随便说一个吧 你说 李佩南练得挺不凶 也挺凶的啊 李佩南跟Party差不多啊 实力 你也没觉得他 怕你被他抢到哪里去 李佩南已经算有天赋的选手了 也是 是不是吗 也是 他已经算有天赋的了 天赋这个东西真的 我告诉你 你上来肯定要练得很凶的 然后再去 再谈天赋 对不对吗 天赋这个东西 真的是 天赋肯定有 但是 但是 没有 没有道理 你上来 就说自己天赋不够 那说个毛啊 我靠 对不对吗 那 传统体育里面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上来看起来天赋不咋地的 最后也大器晚成的也有 对不对吗 如果你上来就是 知道自己要有天赋 传统说起传统我就问你 怕你直接野兵赢了 那野兵赢了 我就问你 齐达内天赋高不高 高呀 那他是不是大器晚成 齐达内大器晚成 就玩你个妹啊玩 那我再说一遍 那个 那个 葡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飞哥 也是他妈的很早就出名的呀 你不要你妈举这种猛逼好不好 那那那有 那个什么巴尔德拉玛 那些都上来就很猛的啊 哦这样子啊 那有 你你你你 你妈足球里面 哪个你妈是大器晚成的吗 黎瓦尔多 黎瓦尔多 黎瓦尔多就那些 那次世界杯踢的好 不是黎瓦尔多 是后面26岁之后 他改了个位置 他就变猛了 有没有30岁 你妈出来的这种 大器晚成的人 好像很少 20 一般26岁就叫大器晚成 26岁左右差不多就就就就大器晚成了 我感觉30岁他妈已经死了好吗 都入土了还还完成你妹啊 皮尔洛他们说 皮尔洛也不算大器晚成啊 风盘了风盘了 这场我觉得冰 感觉冰要被甩成狗啊 这个地方 刚好没好 但没关系啊 随便拖一拖就好 但被占便宜占惨了 你下面基地掉了 他还看了一眼 你科技 催回去自己开个框 什么 引刀呀 狗屁 假装退 他二框很要开的呀 C罗算是 诶 德罗巴其实 其实说实话 真的 你说你说算大器晚成吗 也不算大器晚成 只是德罗巴到顶级联赛年纪已经挺大了 他到 他到切尔西好像都26了 德罗巴之前是法甲混的呀 在马赛混的 德罗巴 德罗巴凶是很凶的 在法甲混的 比埃尔霍不算大器晚成 有一点 比埃尔霍不算大器晚成 比埃尔霍那个时候 跟克林斯曼 还是有点实力的 这个红线 比埃尔霍夫就靠了一个金球 金球了一下 然后后面去AC米兰什么 蛇腐秦柯怎么大器晚成呢 蛇腐秦柯你妈的 黄金年华 就带着那个基辅迪大摩 各种盖人呢 好吗 蛇腐秦柯绝对不是大器晚成的 就是上来就很猛 蛇腐秦柯 高度有没有什么卡卡这种 差不多吧 没有卡卡比手朴秦柯要高一点 那卡卡那么猛 卡卡是世界足球先生好吗 当年 当年 这个隐形牛 有点毒啊 没事没事没事 10个 10个打底 肯定要追死 追不死就招中了 追死还行 蛇腐秦柯也拿过金球脚吗 蛇腐秦柯我觉得他最 他最伤的就是他身在罗尼的时代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任何一个前锋 身在这个时代 你妈的 你都很伤 你成不了世界第一 你再牛逼 你都成不了世界第一 因为他妈 你前面有个罗纳尔罗 俺罗大尔朵那个是太强了 对呀 就你 你前锋 你身在这个时代就很悲哀 你妈 这个人太猛了 第二家女友 也是蠢蠢欲动啊 在这里挂着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糕 有点点有点点 但这样的坦克架开 我就不信他还能有办法跳完 没道理跳得到呀 对呀 这防守就很严密了 你从上面跳 上面跳还有点机会呀 真的被他找到一个破绽啊 但是他也就只能在这个地方搞一个 你不要管 这已经很不错了好吗 真的很灵活 他已经的TPP的打法还是 就远的老一套呀 就两况这种各种压制 就仗着操作好 说真的 就是各种搞 他的打法其实没太多定时 你学也不太好学 因为你没他这个操作 你他妈学了半天 你也打不赢 他都是靠那种运动战 然后找到机会 然后占便宜的 女妖也给学了 家里面已经高准无忧了 但是你被他气势打到气势所下来找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的追念无处不在 有观众问我C罗牛逼还是大罗牛逼 我只这样跟你讲 如果我是一个球员的 我是一个球队的教练 那我肯定是选C罗 你知道吗 如果我是一个球队的老板或者怎么样 我肯定选C罗 但如果我是一个球迷 那我肯定选大罗 我觉得从我个人讲到 我觉得我更加喜欢大罗 不 你就球迷嘛 我就从两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是一个 我如果我是一个球队的老板的话 那我肯定选C罗 因为C罗毕竟还是比大罗要职业很多 强行 拼一强 不让你拖时间 后面坦克没跟上 其实如果坦克跟上的话 这波是可以推的 没有 他也没想到 推得到这个位置 出巨像 他的打法很飘逸 其实就是重新的打法 你摸不准他到底会出什么 他什么都会出 什么都会来 我说的是 大家就两个球员都在巅峰的时候 那肯定选大罗 你妈的 这不是智障吗 怎么谁都知道选大罗的 我就说我是球迷 我肯定选大罗 有一个大罗在 基本上你只要传给他 他会解决你所有问题 就前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这不跟你说 你妈你就打433 对吧 你三个前方 你有个大罗在 你中间配个什么 配个什么五磊 对吧 再配个这种 什么孙可这种 也可以的呀 也能踢 也能踢 肯定能踢的呀 也能踢 有大罗在 一切事情都可以让他搞定 好不好 也能踢 说不定他们两个估计 还能够踢两个球 那个兴趣 应该能进去 大罗是真的有点夸张 前两天好像 奇大内来 中国不是参加什么节目 还搞得吵架了吗 就是那个 先看完这波 再跟你们扯吹牛 这波有具象的 没那么好打进去 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看到了 他有具象的 哎 你说炸又怎么样吗 你现在只能 又来进了两下 这个操作有点屌 我还以为他要炸呢 没有没有没有 他把那个抽上去了 对吧 他有两个具象 然后他搜了一个 我知道我看到了 他搜了一个上车 其实也觉得 这个可以 不是 收这个东西很容易 现在说真的 三具象一波了 我怎么觉得 挡不住啊 这波 这波还是挺狠的 这波 光头还是挺多的 哎 什么情况 谁 谁卡了 我看看 是不是我 不是我呀 我又没丢针 肯定不是我呀 我网络好的一臂 哎 肯定 我告诉你 我一百匹 一百匹肯定不是我 所以我俄罗斯了 我多少匹吗 我39匹40匹 我靠 就看帕迪怎么打这波 其实这波 他如果在这边不打 选择再转到后面 转闪电的话 我觉得效果会 可能会更好 比云 慌的一臂 比云 要打 死了 死了 这波绝壁打不住 你锁一个具象有什么用吗 还有两个具象 三个具象 他有吗 关键什么农民 就要过来一扫就没了 你锁好了 他就只要留在那里 收收放放你就死了 为什么我就感觉 他的正面那么硬呢 对啊 我就觉得 帕迪的冰正面很硬 有这种感觉没有吗 为什么呢 这是 操作好 阵型好 阵型好